亲爱的朋友们,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样对一辆劳斯莱斯动手动脚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辆劳斯莱斯现在表显里程数是48000多公里 那如果我想改变这个数字的话,主要的工具就是这些 那其实也挺简单的,对吗? 由于这一代劳斯莱斯它独特的结构还有设计 如果你想改变仪表数的话,首先必须要拆掉仪表盘 然后呢,你必须要拆出这辆车的主电脑板,这两个缺一不可 不过非常有趣的是,我们还没有开始操作呢 就已经发现了这辆车的两块电脑板的芯片 都已经有被动过手脚的痕迹了 这里焊接的痕迹非常明显 你,你这辆车的公里数是被,是被调过的 还有什么? 那我们颜柜精呢,接着去说啊 首先第一步,把仪表盘,电脑板上面的这个芯片要切下来 然后呢,把它重新焊接到一个载体的电脑板上面 把这个电脑板连接到我们的这个电脑上面 通过电脑的操作 重新输入我们想要的新的,想要的新的公里数 我们想要三万多公里,三万六千多公里 给它输入进去 那这一步就结束了 然后更重要的一步,主电脑板上面的这块芯片 这块处理器,通过连线,通过重新焊接 把它也再连接到我们的电脑上面 然后程序的更改,新的公里数的重新入路 大概四个分钟,全部都搞定了 然后呢,现在我们的师傅把它重新,所有的设备全部都装回去 总共的这套流程操作也就是二十多分钟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师傅现在已经把所有的设备全部都装回去了 我们现在重新启动车辆来看看这辆车子的表现里程数会是多少 是的,你没有看错 现在变成了三万六千多公里 一切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我们先给车辆接上专业的电脑 再来测一下数据,来读取一下 看看电脑显示的里程数是改以前的里程数 还是改以后的里程数 是三万多公里,还是四万多公里 我知道很多的朋友要说我们的这个电脑不够专业 没有关系,你拿到外面随便去测 你就是去四代店去测,也是类似的结果 拥有读取数据的能力和鉴别数据真伪的能力 是完全的两码事情 你可以读取出来这个公里数 但是你无法判定它是否真实的公里数 这代的劳斯莱斯由于它独特的结构 还有设计的问题就造成了 把是二手车行业当中调表的重灾群 很多人都知道,谢谢